最近有一個很特別的展覽 藝術家是一對七十歲 沒有受過正統美術教育的老夫妻 先生的作品非常有個性 而太太的作品有女性的溫柔畫風 兩個人還共同創作了一幅 三米長的作品 一起去看看 大約長三米的畫布上 畫中主角手牽著手像是在跳舞 還有成群連結在一起的動物 要仔細地看 慢慢欣賞 這是素人藝術家夫妻黨 孫建華和孫慧勝夫婦 共同完成的幸福花園與搞怪世界 我和他在西亞圖畫的 我用了不聽的時間 當時畫很辛苦 放在地上摸著它 分著它在這裡畫 總共畫都不聽 年近七十歲的孫建華和孫慧勝夫婦 從來沒有受過美術教育 孫建華還是因為女兒送的iPad 開始玩起繪圖軟體畫畫 將自己搞怪的個性呈現在作品中 像是躲在茶壺的小男生 還有人生雀嘴的搞怪造型 孫建華用iPad繪圖軟體 不到幾分鐘就完成一隻魚 而太太孫慧勝因為早年刺繡的記憶 她將手法融入畫中 創作生活風景 像是飼養的家禽 以及花園的繽紛植物 有著溫柔而美滿的意象 兩位高齡藝術家用先進的科技 共同完成藝術創作